快點旺角 洗衣街向快庫街方向 剛剛被笑巴擋到正一正的時候 就洗衣屋和出現 護膚中心成家座註冊1480萬 匯報3.5厘 當你想高一點的匯報的時候 我們下個星期一二 我和我一個穩密登場 就有一個頭三個月8厘匯報 之後就在世上7厘匯報的時候 有一個借貸基金給我來聽聽 看看如何康研能夠做到 全香港二千多間財務公司 其實是第一名物業按揭 17.4%市場 看它怎樣做 我過了10部 我過了100部 進去洗衣店 跟你說一下這間店值幾分 正不正 對於第4693單成家 就是洗衣店和樓上的美容院 註冊成家座1480萬 地址是洗衣街 但實際上是壞褲街 今天有個死餘位 等一下跟你說一下 這裡星期四早上8點到中午二時 中午二時 應該是下午二時 現在是下午三點四點鐘的時候 有些什麼就 帶一集吧 講起洗衣店和樓上的美容院 走下梯走上 入職角來的 地鋪門闊大概16尺 心大概30尺左右 說著地鋪建築面積700尺 用面積大概465尺 地鋪連一個入職角 租金是4萬3千元 匯報是3.5厘 和樓齡是59年 原本業主出級詳情 84年的時候 就用88萬萬來 持貨40年 升值了158倍 不是 15.8倍 15.8倍 出來看看 又好又不好 這邊看回那邊最好的地方 就是未來新鴻基 大型地盤在洗衣街 總流面面積對面 是新起來的 商業的面積是152萬尺 125萬尺 等於多少呢 我給你去quantify一下 IFC2 你知道IFC2 每一層的IFC2 就標準是大概23000尺 152除以23000尺 即是大概66層的IFC2 就放在對面 66層IFC放在對面 將我們九龍最高的 雙下排第二 應該是 after ICC 這裡肯定會旺 所有商業人忘記的時候 有個shopping mall 下面又放在這裡 再加上樓上的office 一定比地盤好 所以大不好的地方 死穴就是行人路比較窄 被小巴擋住 我經常經過都看不到這間店 今次說的是洗衣屋 和卓越護膚中心 是否已經整個大廈 這裡說的是 樓齡59年 這個死穴就很厲害 為什麼以後 就是買店是買Potential 這些小巴將會搬到 這個新鴻基的地盤 樓下的交通交匯處 所有的小巴 花園街也好 這些小巴全部都掉了 將會掉進去 一旦掉進去 這裡全部都開揚了 一旦開揚的時候 對面有個大project 那些人就馬上去shopping 要經過這裡 等於Times Square 也會大王羅素街 大王波斯庫街 才這樣升發 所以為什麼泡王 全部都是羅素街 波斯庫街 因為那些人都會去Times Square 沒有Times Square 沒有Times Square 就不會有泡王出現 所以這裡是洗衣屋 還有這個卓越 1480萬 這個位置連到入職過 不時今日才來後價 那邊就是旺角核心位 那邊是花園街 通菜街 再轉過來的時候 就在洗衣街 這個新鴻基 大人的地盤 按三立計的話 這個差別月股價著 平均舖的租值 3萬7千元就搞定了 今時今日的時候 都可以了 再支持我的就可以了 優勢有前景 千多萬 旺角核心 雖在少巴擋住了 但會解決到的 感覺這個就OK了 這個也有一個 給他多半分 6.5分 5分4 10分超順 1分10 記住 你想投資雙鋪的時候 雙鋪基金 想賣這個 穩定回報的時候 就可以有這個 勝匯 行業合作的借貸基金 8厘回報 頭3厘後7厘回報 先鎖住 再投資相簿 就行了 歸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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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勝匯新部的基金 曹曼來 謝謝 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仔細說起 《康業信貸快递》 接下來星期一、二的時候 推動我們一個集資 下個禮拜一、二 正月的時候 你知道《康業信貸快递》 多謝我哥哥 1997年開始的時候 做到全香港 2020年 看看Fox Sullivan 上市文件的報道 由全香港物業信貸 財務公司來說 No.1 MarketShare 說是17.4%排第一 為何能夠做到 而今次我們集資 說的是 二千多間 是 二千多間 財務公司 說的是 8%的目標回報 給了一個投資者 頭3個月之後就有7% 究竟是怎樣能夠賺到錢 而且那個是稅後 稅前是給了9.4% 但怎樣賺錢呢 其實很簡單 一條數 今天真的不多 爹那麼多東西 總之我們現在平均借出去的 Portfolio 大概是二十多厘 我們收大概兩厘 送一個月 圍到一年年息 就是二十多厘 壞賬大概大概4%左右 OK 你可能25-4就差不多21 然後令我們燈油火納 廣告 人工 租金 一大堆那些東西 差不多佔了6厘 所以你看到21-6就差不多15 所以15厘就是我們賺的肉 所以你說為何9點多 我們能夠給得起 我們就賺其餘的5-6% 就是我們的net margin 對呀 錢的時候也要給康業賺 我們賺吧 不賺我做朋友 對呀 不賺我就不會做生意 有興趣的時候 想聽多一點的 星期一 二 資產專業投資者 拿著800萬以上 流動資產人士貪与 到時講座見你 我和詩仁在這裡 Bye Bye Cheers 看看這間部份成交1480萬 這個圖籍 這個地鋪的圖籍 和角樓的圖籍 看到黃色的圖籍 這是洗衣店 和樓上的美容院 1480萬 跨著的位置 樓梯上個美容院 這是洗衣店的樓下 整個樣子 ZOOM一下給你看看 旁邊就是新鴻基的地盤 再轉個圈 那邊就是旺角核心的位置 還有街市位 這些小白會搬走了 就是整個大廈給你看看 再ZOOM IN 再看看裡面的環境 這個美容院 就是我的樓梯 還有洗衣店 那剛剛星期四 他就休息的 就不要開門 平時有開的 那轉去新鴻基地盤 不好的地方就是 行業路比較窄一些 被小白擋住 大家都會好一點的了 好啦 我是業主 Gui Ma Gai